姑娘 你怎么了 公司今天全年都被缰薪了 我已经是最低的工资了 他还给我降 我和老公还有房子的月供要还 我要给老公拖后腿了 下班了 我不敢回去 我也不敢在办公室哭 怕人家觉得我没出息 这又不是你的错 你老公不会怪你的 我本来想给老公买块肉 但是我一想到我的工资 我就给他买了块豆腐 没关系 豆腐也可以做出肉的味道来 把你的豆腐给我吧 食神归位 把豆腐捏碎 混合香米米 搓成小饼 裹上垫子 炸好备用 烧锅中放入调料 放入豆腐香米饼炖一下 红烧素肉 请尝尝吧 天呀 真是太好吃了 真的吃起来像红烧肉一样 宅猫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那就带回去给你老公吃吧 好嘞 最近大家都不太容易 不过做人嘛 开心最重要 有肉时吃肉 没肉就好好吃豆腐 再难的日子总会过去 谢谢你 斩猫 不过防伤 by bwd6